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叫做 Point2 Fix 如果您需要比较多的功能 对我的部落格上我都有教学影片 所以其实今天就算我没来 你也可以自己学 好 这个就是老台的 德国霍 他的功能事上比较多 只是说就是看起来比较四四方方 这样子比较四四方方 但是他还都有持续更新 他有持续更新 那Point2 Fix你打开之后 如果您会得文 一个档案就带走 不会得文请多带这个 中文翻译点开 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两套软体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 你不用他的时候 他会尽量缩小自己 以尽量不干扰你为主 尽量不干扰 所以今天如果你进到你需要的地方 你就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功能全部跑出来了 那他有个好处 一样 这里 比如说大小以外 这边 左边是荧光笔 右边是实心笔 那他好处是 你有这个 请同学看一下这里 这样比你用画的漂亮 自己勾的不漂亮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 你不要乱看 不要乱看哪里 就点一下就好了 那么他还有个好处是 您看这边 他可以放大 有没有 有些时候我需要你看一下网址是怎么样 像这样放大 或者是你觉得我不要这样放大 我觉得这样还不够 你可以把整个画面都一起放大 这样是不是看得比较清楚 也可以 一样有减号 一样有减号 那最后呢 一样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基本的使用方式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不会太难 但是呢 他有一个刚刚 那个软体特有的他没有 我们刚刚那个 EpiPen有个好处 笔记会不会留着 会对不对 这个就没有了 你按键完成 有没有笔记就不见了 等你重新进来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各有优缺 EpiPen他有这个没有的 但是他有没有 这个有 但是他没有的 有 他没有放大的功能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说的笔 没有放大 所以你看 很难抉择 对不对 所以我平常用最多的 我还是喜欢这个 因为他除了放大 我可以放大都还可以操作 所以哪一个好 只能跟你讲 老师用的顺手最好 只有你用的顺手之后 其他的偶尔用一下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找到你主要要用的 这样老师在教学上就会更顺利 OK